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忍着他 坚持住啊 小少爷 谢谢 快 扶他到后面 把我打去 来 快 给我打 军医 军医 快 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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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我能行 干什么啊 凌云 人家帮个生命危险来救你 哥 我没事 有那么多杀的比我重的兄弟 你去管他们去 我没事 我还能打 凌云 夏大夫 队长喊你回司令部 说有要紧的事 我知道了 你必须包藏 快 快包藏 我没事 目前 半个城区 已经被日本人给控制了 东门也聚集了很多日本兵 那里也快被攻陷了 好在咱们派出去的部队 把蛤蟆屯给夺了回来 这样 咱们随时可以难撤了 旅长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撤退 兄弟们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跟大家说点痴心的话 我知道 你们都希望尽快撤退 不是因为你们怕死 担心自己的父母 担心自己的妻儿老小 这是人之常情 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连我们现在都撤退了 东三上还能保得住吗 不要忘了 我们是军人 军人的职责是什么 保家卫国 军人怕死吗 怕死 我也怕死 但是那要看怎么个死法 现在国难当头 我们就要有必死的决心 那鬼子们看看 我们坚决跟他们奋战斗敌 如果我们现在就撤退了 那不叫撤退 那叫逃跑 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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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统治警命 迅速转移老百姓 是 旅长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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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旅长二伯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到 灵霄 灵霄 咋了 二伯交给我们一个重要任务 让你跟我走 啥任务 你快说呀啥任务 别问那么多了 你跟我走吧 小姐 怎么回事啊 我爹到底交给咱们什么任务啊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向兵里 你说话呀你 你站住 你跟我把话说清楚 咱到底干嘛去啊 出城 出 出城干嘛 你爹说了 让我带你回上海 这 那 那我爹呢 你爹暂时不能走 他要等这里的老百姓 都撤出了再说 那不行 我爹不走 我也不走 让开 灵霄 你爹下了死命了 你要是不走的话 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到上海去 向兵里 你不是人 带小姐走 干嘛 造反呢 鬼子来了 快跑啊 快跑啊 鬼子来了 小姐 灵霄 灵霄 周灵霄 给你找 赶紧把小姐找到把她带走 少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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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教官 你怎么在这儿 少宗家 可找到你了 事情到司令部找你 卫兵拦着不让进 太太让你赶快回上海 家里出大事了 我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周灵霄 爸 爸 你简直是胡闹 你在这儿陪着干什么 等着让日本人抓 让日本人杀吗 我从七岁的时候 妈就没了 你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打过我 我不想等到这个时候了 再没了个爸 今天你要么就打死我 反正我是不会走的 你 敢爹 灵霄这也是舍不得你吗 大疼了吧 都是爸爸不好 可是 爸爸这是为你好啊 爸 爸 都是爸爸不好 爸爸不好 报告 什么事 旅长 小矣来了 说要见你 什么 他还敢来见我 走过了 没带枪 记得刚跟小野先生相识的时候 您是南满铁路的商务代表 没想到啊 摇身一变变成军人了 旅旅长 有些事情我们都心知肚明 就不要再纠缠了 我这次来 也不是和你翻那些旧账的 况且 我不是一个军人的身份 也不代表关东军而来 那小野先生 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来和我相见呢 你的朋友 傻子这假人假意 你作为一个日本间谍 潜伏在我身边一年多 你搜集了多少情报 你还带着你的部队 杀进我的房区 残害我的老百姓杀害我的兄弟 这就是你今天说的朋友吗 干爹 跟这种人费什么兔姆星子 围枪打死他得了 好啊 杀了我可以 但是杀我之前 是不是应该让我把话说完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好 杀里长 我希望你带着你的部队 加入我们关东军 做梦 你想让我们投降 我先送你下去 妈 好 让他把话说完 杀里长 现在的开源城 已经是一个空城了 你们守着它 还有什么意义 州旅长 我并不是想让你们投降 只要你们承认 不要跟我们抵抗 而且 听从我们关东军的指挥 我可以保证 州旅长的编制 还是原来的编制 东北军能够给予你的 我们关东军 一样可以给予你 原来我的老朋友 今天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劝我做汉奸 不 我们日本政府 其实 不是在成立你们东北 恰恰相反 我们是在为你们 镇兽一个更凡人的东北 这里依然还是你们的家喻 这里长 我知道你的为人 宁死不屈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占领开源城 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你之前夺回哈马屯 从那里撤出了大部分百姓 可是就在半个小时前 我们重新组织兵力攻了下来 你们 现在还想从那里撤出去 已经不可能了 这里长 难道 你真的想让你会下的战士们 都死在这里吗 那你的意思 只要我投降 你就能保证他们所有人的安全吗 干爹 不能投降了 旅长 闭嘴 当然 要不这样 如果周旅长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当你的人质 老爷 你看谁来看你了 向伯伯 向伯伯 我们来看您了 好好好 别站着呀 赶紧坐 坐坐坐 坐 坐下 一熊 谢谢一熊 好好好 姑娘 你不是在日本留学吗 怎么回来了 我已经毕业了 向伯伯 最近中日爆发战争 所以我回来了 夏先生 好久不见 是啊 你的病没什么大碍吧 我的病倒没什么 就是这心里好多事啊 比病还麻烦呢 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我倒是想放一放 想什么都不管 可是不行啊 你们仁义大药房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我还听说 日本商会出面提出 要帮助你们仁义大药房 我很奇怪 您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提议 他们哪是帮助啊 他们是变相地要收购我们仁义大药房 对于这样的提议 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可据我所知 日本商会这边只是想收购些股份 整个仁义大药房 还是你们上架的 假这样还能给你们带来充裕的资金 向先生 您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 义熊啊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于这样的提议 我是坚决不会考虑的 你看看你 有话好好说嘛 人义熊就是跟你聊天 别着急啊 义熊 这事非要今天谈吗 你看向伯伯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就别说了 好吗 对不起 没关系 义熊啊 你跟我们宾里啊 是多年的朋友了 再说了 你这个日本人还不错 所以说呢 我们家呢 一直拿你当客人 但是以后 你要是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别怪我不客气啊 对不起 我是李了 您 手抬进来 好 天手 你 抬手 小天进来 你 拿开 你要是敢动我 我就宰了你 怎么 让他们搜 怎么 小爷 我也要搜什么 要 母义的 母义的 周里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指挥官 青田光斗中座 这位是开元城的周坤周里长 你好 周里长 这位是他的义子杜尹长 杜尹长 你好 你好啊 你就是杀了我那么多兄弟的那个败类是吧 不 不许动 别动 别动 谁敢动 咱们就同归于尽 杜尹 杜尹 要是你 你在干什么 你答应我投选的 你怎么言而无信 跟你们这帮日本人讲信用 你们讲信用吗 今天我就跟你们上一课 什么叫做兵不厌诈 是 把他们所有人的武器给我下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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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动就同归于尽 别动 医兄啊 我们家老爷呢 就这臭脾气 当兵的时候养下的 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没关系 也是 我确实有失礼的地方 阿姨 嗯 编离 还没有消息吗 刚才在屋里 我怕向伯伯担心 就一直忍着 没敢问 他一定会没事的 他一定会没事的 我看了下今天的报纸 说是开元城 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 旅长周坤率部下全部投降 这个周坤不是向伯伯的兄弟吗 怎么也做汉奸了 这件事情 我也不清楚 我现在啊 就一心盼着我们家兵里 没什么事 我就谢天谢地了 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 什么时候才能够善罢甘休啊 对不起 你看看我 我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一熊 你在关东军就没有朋友吗 帮忙也打探一下兵里的下落呀 那我试试看 实在不行 我到时候亲自去东北一趟 找兵里吧 东北那么乱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我是日本人 去东北 应该没什么危险 何况 我跟兵里是朋友 他出了事情 那我理应去看看 那就太谢谢你了 你看 你跟侵略我们的那些日本人 还真是不一样 你给我讲了 这个 我应该做的 何况 我十二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来中国 我对这个国家 是有感情的 那 我告辞了 不远送 走了 那我们也走了 再见 再见 哲坑 我们现在已经是你的俘虏了 你已经得逞了 怎么处置都是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 能给我们一个人道的待遇 你也知道人道待遇 你们关东军有人道待遇吗 如果我周坤落到你们关东军的手里 你会给我一个人道的待遇吗 正君 你对我的人做什么来 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 给北大营死去的弟兄报仇 干爹 那几个都解决了 这个 是你亲自动手 还是我来 小爷 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我不会杀你 你说过一句话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我们或许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你这次招降我 也是为了要拯救我的性命 你也是这么做的 我谢谢你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 如果将来 在战场上 我们两个再相见 你的命就没这么大了 你记住 来 恭祝大日本关东军 顺利拿下东北 方先生 这次我们大日本帝国 能够如此顺利地 占领东北地区 实在是我们所有人 都不曾想到的 眼下东北的事情 已经高一段落 接下来就该上海了 上海 你们在上海 要有什么大动作吗 真是没有 我说的是相家 相亲兄那个老顽固 宁可变卖自己的家产 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 实在是有骨气就很 不急 我倒想看看 这相亲松 有多少家产可以变卖 干杯 太太 都来了 太太 东家的病怎么样了 正在慢慢恢复呢 还得谢谢你们这个公投 一直惦记着老爷 太太 都是仁义大药房的老工人了 有什么话 不妨直说 太太 有些话我们今天说也是无奈之举 还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这东家病了 药厂呢 现在暂时没什么事做 我还听说东家为了还债 已经变卖了田产和一些产业 这再有三天就发工钱了 我们都想知道我们的工钱 是不是 是啊 柜上亏欠你们的工钱吗 冰礼 你回来了 让我看看 玲玲 回来就好 我来吧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大伙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好像都是我们相家的老人了 摸着良心想想 这么多年了 我们相家欠过你们一分钱工钱吗 那倒是你也确实欠过我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不管外面有什么风言风语 你们也不该相信我 我今天回来了 我向大伙保证 该发的钱我一个子 都不会傻的 都会发到你们的手上 行吗 行行行 行行 那回吧 老爷老爷 你看谁回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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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错事回来了 你把你爹都急死了 侍而不孝 爹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我回来了 快快 快 小心 扶住啊 来 大家到那边休息 好 放到这儿 小心 小姐 喝点水吧 您一天都没喝水了 累了吧 快喝点水 渴死我了 想啥呢 快喝呀 冰里哥走了有一个礼拜了吧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吧 怎么了 谁有止血药 谁有止血药啊 谁有止血药 我要 快 谁有止血药 快呀 止血药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旅长 咱也就是在这儿躲一躲 将来咱一定会打回开原的 就这样 我就赶回来了 只是现在不知道二叔和灵霄 还有灵云他们的消息了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看了前两天的报纸了 报上说你二叔他们乍降 离开了开原 顺道还打死了几个日本军官 现在应该是安全了 太好了 我就说嘛 二叔就不是个烦人 只是我没想到啊 我这刚走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孩子 苦了你了 不苦 爹 说实话 这一次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次成长 经历了这些 我似乎觉得我自己蜕变了 懂了好多道理 既见证了战场上的残酷 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这不正是您老人家 一直希望历练我的地方吗 话是这么说 可天底下哪一个父母 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战火呀 可是现在咱们家 正经历一场大战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我希望咱们父子俩齐心协力 打赢这场应战 老爷 上海这边各分号的掌柜 和药茶的管事都来了 好 雲璃 扶我起来 不 爹 都是号上的老人 让他们进来吧 您就这么坐着 不行不行 扶我起来 来 走 老爷 老爷好 老爷好 都来了 想必各位都知道了吧 我们相家最近啊 遇到了种种困难 有困难不怕 是吧 谁家做生意 能一帆风顺啊 对不对 对 是 各位都是跟着我相亲松 大江山的老人了 只是因为我的身体 已经不能跟着各位 并肩作战了 所以 我今天宣布 从此以后 生意上的大小事情 由我儿子 相宾礼来打理 生意上的事情 我从此不再过问 爹 谢谢各位 我 拜托各位了 老爷保重了 保重了 大家回吧 拜托 请 爹 我怎么行啊 我还没学会做生意呢 我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得顶上 我这个身子 已经不能再搭理生意了 要是 你是我们相家唯一的男人 你是我们相家唯一的男人 难道你希望让你姨娘抛头露面吗 快快 快 小心 快 快 这一仗 保安旅的器杰是保住了 但是我们的损失也太惨重了 上皇过半 爹 我们的止血药已经用完了 而且不光是止血药 其他的药我们也基本都用完了 我们的战士们没有拼死在沙场上 却因为我们的药物紧缺 疼死病死 这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林霄说得没错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少药材 再过一阵子 别说打鬼子了 到时候连枪都提不起来 咱们当务之急 就是一定要弄一批药啊 可是现在 全东北的药品 全都给日本人控制了 咱们想搞到药的话 实在太困难了 而且 就算是咱们从关内搞到药的话 咱也没办法运进来啊 出关那几条路 肯定也被日本人给控制了啊 咱们可以走水路啊 现在日本人兵力不足 没法控制整个海面 如果咱们能弄到药的话 可以从水路弄进来 这个办法好 可是我们去哪儿啊 林云 马上准备一下 去一趟上海 是 目前 我们账面上 能够提取的先前 刚刚给我发工人的工资 这工资一旦发了 药厂那边就维持不下去了 少爷 这是账单 你过目 品里啊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除了那四家药房的货 我们还有其他的订单吗 河南那边 有一家寄人堂 订购了一批半程药 下个月就要陆陆续续地发货了 还有济南那边的光源堂 他们也在我们这儿订了两千盒货 薛花玉丹 但是 还没有开工呢 不行啊 绝对不能停工 之前那四家药房的货 已经违约了 如果再违约的话 那我们仁义药房的金子招牌 可就砸了 我看这样 咱们能先发工钱 我再想办法筹几几几千 挺过这两个月 我相信我们相家 一定能翻身的 今天下午 我给几家银行打了电话 他们好像听到了什么传闻 都不愿意借钱给咱们 爹 您向方伯伯去借钱啊 你先去忙吧 殡礼 你记住 王后生意上大小的事情 都不要去找方氏员 爹 您怎么这么说呀 方氏员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我怀疑他在背后坑害咱们 这 这怎么可能呢 爹 别的不说 就冲我 就问他关系 他也不应该啊 商场无负子啊 总之 你记住我的话就是了 爹 要不然 您跟您的朋友打个电话吧 您接接过那么多人 现在我们家有困难 您向他们开口 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您的 贝利亚 咱们相家的这些事情目前闹得是满城风雨呀 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名 明白吗 再说了现在你当家了 这外面的人都知道啊 这个钱理应你去借呀 如果你借不来 我再去 可 可我将谁去借呀 那你连钱都借不到 这个家你怎么当啊 你得去呀 不管借不借得着 你都得去呀 什么地方 服务是哪里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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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过来 走 再来 来 义兄 这 来了 来 义兄 你从小就练柔术 我知道你们家也是日本武士出身 真没想到你这么能忍 忍这几个酒鬼 你看 现在这个时代 两日武士都过去了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所迫 开餐馆就是这样 经常遇到这样的罪悍 义叔 每次都跟他们吵架 这个生意还做不错啊 请慢用 也是 来来来 为你安冷无恙回到上海 干一杯 干杯 谢谢 义兄啊 在东北这些日子啊 上海菜我还真没怎么想 还真就是想你这些日本料理 请慢用 可是人虽回来了 我心却留在了东北啊 留在东北 怎么了 在那里碰到了喜欢的女人 今晚知道这件事吗 你想哪儿去了 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这次在东北 我上了战场 亲身经历了很多 我是跟东北军在一起 跟日本军人战斗的 虽然这有短短的几天 但是我这次是见证了 战争的残酷和血型了 对不起啊 义兄 你别介意啊 我可不是说你 不过 你们日本军人 这对我们 中国的东北太不公平了 这就是侵略行为啊 这种行为 真可以说禽兽不如 我想说的是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 都是残酷的 我知道 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 当然 日本是我的祖国 中国也算是我的祖国 我对两个国家 都很有感情 所以 如果我能选择 我一点都不希望 两个国家发生战斗 义兄 你能这么想 我真是太欣慰了 来 我敬你一杯 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来 来 义兄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相求的 哦 什么事啊 怎么了 你说吧 我 我想跟你借点钱 我没听错吧 坦坦的乡家大少爷 人与大药房的少东家 管我 小餐馆的老板借钱啊 不 不是 是 我 我是要管你借钱 我们家的情况 你也可能有所耳闻 现在我爹的身体不好 把家里的生意都交给了我 我家里现在最困难的就是 资金周转的事情 那既然我接管了生意 那借钱的事 就应该我来处理 可是 我 你说 你需要多少 如果你手头方便的话 七千 如果有困难的话 五千也可以 这么多 这是 我这些年 一点积蓄 得了 我也拿不成 太感谢你了 义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 这样 你拿笔 我给你留个字句 给你留个字句 不用了 九尾玛 你还说什么呢 谢谢 嘿嘿嘿 来 礼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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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日货 救王图存 救王图存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救王图存 救王图存 抵制日货 救王图存 救王图存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大家都误会了 我只是个饭馆老板 对啊 同胞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只是和日本的平民 开饭店的 你们 抵制日货 你们砸人家饭店干吗呀 日本人欺慮我们东北 我们要报复 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 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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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宝曼 我理解大伙的心情 我也是中国人 一雄先生是个日本平民 他只是在我们这儿 开个饭店而已 你砸人家店干吗呀 我泱泱中华的文明大国 你们这太无理了 你是谁 为什么帮日本人说话 一帮日本人说话就是汉奸 卖国贼 汉奸 你们说谁汉奸卖国贼啊 日本人正在打我们东北 你们谁去过东北 我去过 日本人攻打我们的开元城的时候 我不但守了仇 我还打死过几个日本兵呢 你们谁去过 喊口号 抗日 你们去参军呢 在这儿砸人家日本平民的殿 算什么本事啊 警察来了 快走 警察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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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太不安全了 要不然这样 你先到我家多多 咱把店关了吧 不用了 他们闹吧 闹几天 露西消了也就算了